有人更怪 台风夜不在家里面 要在风雨当中放烟火 结果这回好了 震碎了旁边的超商玻璃跟擒钢架 中秋夜超商里两名客人 坐在椅子上吃东西 突然火红闪光一闪 玻璃碎裂 灯具和天花板通通掉落下来 穿白色商业的老伯却很淡定 从容的站起身来收起杂志 要店员赶快报警 中邪在山路的那些人才落下 我又怕到 我自己人就没办法 老伯淡定的站起身来帮忙灭火 而当时从店内往门口看 有客人进到超商要买东西 听到一声巨响回头看 看到火光下的尖叫 超商门外更是一片凌乱 民众抱头逃窜烟雾弥漫 当时在超商外头 释放高空烟火尿货的 王姓和卫姓男子 还想开着小货车落跑 两名嫌犯所购买的烟火 应该是属于比较劣质的烟火 导致在释放过程 烟火会到达应有的高度 即引爆 两名男子庆祝中秋节 从台中买了一堆高空烟火 跑到彰化深港释放 没想到炮火失控 冲向一旁超商 波及附近十户民宅和车辆 还引发火警 当时一对酌性父子 围观看热闹 烟火爆炸时 炸伤九岁男童的左眼 紧急开刀却救不回事例 从此失明 而两名男子随意释放高空烟火 酿灾 遭警方一公共危险罪送办 消防局也开出三张罚单 最高可开罚195万 记者林一峰 章话报道